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书和您一起走进两代一新功勋科学家的传奇人生故事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提起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您脑海中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 新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奠基人 作为一名大科学家 钱学森对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除了这些成就 钱学森还是一位音乐发烧友 也是一位热爱思考哲学问题的人 今天我们就通过钱学森的故事和钱学森讲坛录这两本书 来聊一聊钱学森在音乐和哲学领域上的那些事 来看一看这位大科学家的另一面 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是被作家叶永烈记载到钱学森的故事这本书当中 事情是这样的 叶永烈当时担任电影《向宇宙进军》的导演 所拍摄的内容正是钱学森所管辖的范围 钱学森在收到拍摄提纲之后 主动约叶永烈谈一谈他对电影的想法 没想到的是 这次谈话让叶永烈大吃一惊 因为理工科出身的钱学森 对于电影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艺术指导 尤其是在音乐方面 叶永烈回忆 钱学森认为影片的开头 应该表现中国古代对太空的美好幻想 从马王堆汉木出土的立轴上的月亮 太阳 神仙 到嫦娥奔月神话 敦煌飞天壁画 在展现这些古人飞天之梦时 钱学森还建议 这一组镜头最好以古征配上中国古典乐曲 从这个小故事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 钱学森对音乐对艺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事实上 钱学森也确实是一位音乐发烧友 早在钱学森的青年求学时期 他就爱好音乐 熟知各个音乐家的掌故 同时也对音乐作品有着自己的见底 在上海交大求学的时候 他是学校管弦乐队的元号手 那时候的钱学森会拿着省吃俭用的钱 去购买上海蓝芯大戏院音乐会的门票 得到奖学金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到上海南京路去买一张音乐唱片 在钱学森的心中 音乐不仅仅是简单的音符和旋律 他将音乐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他让音乐和科学互相影响 让自己的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互相补充 从而为科学研究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她就是钱学森的夫人蒋英 蒋英是一位曾经留学德国的女高音声乐家 1947年 这对两情相悦的火箭专家和女高音歌唱家 走入了婚姻的殿台 科学和艺术细节良缘 在很多场合 钱学森都曾经表示 蒋英为他带来艺术领域的熏陶 对他的事业有着很大的注意 钱学森说 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 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往往是蒋英的歌声 使我豁然开朗 得到启示 1991年10月16日 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 授奖仪式上的即兴演讲中 这样公开谈论自己的妻子 44年来 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 这些艺术里包含的诗情画意 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 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 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 一串串闪烁跳跃的音符 激发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科研创造力 在钱学森的很多文章当中 他都提到 科学和艺术并不是截然孤立或者对立的领域 科学家不是与艺术绝缘的人 1980年第二期《科学文艺》发表了 钱学森《科学技术现代化》 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一文 我们在钱学森《讲坛录》这本书当中 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内容 我们应该自觉地去研究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之间的 这种相互作用的规律 应该能动地去寻找 还有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可以为文学艺术所利用 使科学技术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服务 除了不断加深自己的艺术思维以外 钱学森同样看重哲学思维的养成 他喜欢在做科研的同时思考一些哲学问题 或许您认为哲学属于社会科学 怎么会让从事物理研究的钱学森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呢 其实啊 在钱学森看来 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他提出的很多基础科学的观点 都是从哲学当中受到的启发 基础科学研究和哲学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钱学森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物理学家曾认为原子不能分 但后来发现原子可分 有一个原子核 原子核的外面还有电子 后来有人说 原子核和电子不能再分了 过了一阵子 发现原子核也是可分的 里面有中子和质子 这时又有人提出中子和质子不能分了 这其实又错了 他们也是可分的 钱学森说 物理学家每到一个阶段都想把脚步停下来 说是物质不能再分了 但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 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本来就是常识 可是直到现在我们的物理学家才看到了这一点 1962年 东风二号导弹意外发射失败 这给当时刚刚建立的导弹研制队伍泼了一盆冷水 承受着巨大压力的钱学森很快就镇定下来 之后他总结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原因 东风二号的失败在于导弹上天之前 没有在地面上进行充分的试验 也就是说 发射导弹仅仅靠理论上的合理可行是不够的 还要有充足的地面测试 这样才能够确保发射的成功 钱学森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哲学原理 用到了导弹研制的过程中 他所提出的把一切事故消灭在地面这一原则 被中国火箭导弹事业沿用至今 在钱学森看来 没有科学的哲学是脖子 而没有哲学的科学是瞎子 他总说 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 本应携起手来 共同开发这块广阔的新原地 正好加深我们对物质运动层次无穷的基本认识 通过这一件件 钱学森在音乐哲学领域的小故事 我们不难发现 除了大科学家的身份 钱学森还同样怀抱着对生活的享受与热爱 对世界的好奇与思考 以及对真理的探寻与揭示 所有这些特质都成为钱学森身上 一个个闪亮的标签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